中文字幕 李宗盛 Hi, 我是Daniel 專門學校法學科的KC Daniel 快就是不公平 後面也會加多一句 想而不做就是放棄了公平 大家只剩下80天就考DSE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 還不突破自己爭取好成績的話 就是你選擇了棄權 接下來十二月的時候 會有一系列的intensive course 會推出 而intensive course 和regular course 會是雙軌並行的 intensive course 主要是和大家重溫 core的部分 例如M1,M2, 微觀世界1, 2 還有數字的計數 還有X and Base 酸酮炎機 還有RedDots 氧化還原的部分 我和大家分析過 氧化還原 我和大家說過 在2012,2013 甚至乎以前的Sert Level 都是考最多的 分數是佔據了差不多五分之一 至少是兩個Level 當然還有我們的Rate 和NVLP Change 我們的速率和我們的含變 還有最後就是 Chemical Equilibrium 化學平衡的部分 這就是intensive course 谷底反彈的部分 另外在我們regular course方面 我們由12月開始 即是第四期 就會開始我們的Elective Part 選修的部分 我們會用八堂的時間 去和大家講工業化學 Industrial Chemistry 再用八堂去和大家講 Analytical Chemistry 分析化學 如果大致上的課程內容 就是這樣 如果有些新的sign courses 大家記得留意我的章程 另外我想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就是今年的修生人數 是相當之理想的 每一期比之前那期的學生人數 更加有升幅 同期和上一年做比較的話 今年的學生人數 是上年的四倍有多 非常之理想 學生人數越多的話 代表我的責任越大 我和我的團隊 他們主要由香港中文大學 化學系的精英助教所組成 我一定會花更多的心機 時間 精神 去為大家製造一個高質素的配套 所以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究竟我和我的團隊 究竟現在做了些什麼 第一 我們會繼續推出高質素的講義 上課程的同學應該知道 我們講義的內容 是絕對足以應付DSE的考試 One-Side 絕對可以幫助同學 拿到5 double star的成績 另外在內容方面的分析和拆解和比較上 我們做了一個很仔細的整合 希望可以方便到同學的溫習 第二 就是我們強化我們的Chemistry Chemistry 例如工業化的部分 Industrial chemistry的部分 對大家來說 最難的應該是計算我們的order 或者Activation Energy 反應級數 或者活化能的題目 因為這些題目比較難掌握 和變化比較多 所以我們一方面在講義的時候 做了一個很仔細的分類 每一條題目 每一種題種 我們會上課的時候和大家拆解 而另外 程度未是很高的同學的時候 可能就要利用我們的Chemistry 去做一個練習 所以我和我們兩條隊 我們的講義和Chemistry 一定會溝通得非常好 希望可以幫到同學 在這個部分上做一個整合 第三 我們在三月的時候 會推出一個模擬考試的Mock Exams 給大家 有上個Regular course 做過測驗的同學 都要知道 我們所出的題目是非常高質素的 所以我們會一如既往 在三月的時候 推出一個Mock Exams 這個Mock Exams 我們的目的 是希望和我們四月所考的DESC 非常相似 希望大家做完Mock Exams的時候 能夠反映到自己的成績 另外在剩下的時間內 急起直追 和彌補自己的不足之處 這就是我和我們的團隊 接下來要做的工作 希望大家 絕對幫到大家 拿到更加高的成績 各位同學 我想提醒大家 主修科固然是重要 但選修科也不能忽視 再者 選修科升級的容易程度 絕對比主修科高 人生最大的考試 只有一次機會 各位同學 為了入大學 你們可以去到多盡 就算你們已經空有誠 進入大學 你們追求的 應該入到一個自己心意的學系 上課課的同學應該知道 學校教的東西 可能會有很多不足之處 例如是我們整個DSE的字幕 又或者是評分制度 又或者是我們的技巧方面 都有很多的不足 各位同學 時間無多 把握機會 技巧、概念、專業演繹 Case Daniel